泰山 各位愛惜生命愛護動物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特地從宜蘭趕上來 來參加今天非常重要非常有意義的這個活動 泰山之前呢 泰山你看他行動很不方便 但是他為了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用爬的 爬了很多天 爬過很多地方 最後一段我陪他一起爬 我陪他爬過台北市的街頭的時候 才知道用狗狗的高度 看每一輛車子都非常的巨大 過每一個路口都非常的危險 今天這些狗狗悲慘的命運都是我們造成的 所以我們有無比的責任 要結束這樣的悲劇 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在立法院 希望成立一個獨立的動物保護師 不要再掛在畜牧處或者是跟畜產並在一起 因為我們的農政單位呢 你如果跟畜牧處或是畜產放在一起的話 那個官員負責的主管一定是畜產出身的 他不會對這些不能夠吃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是一個我們的國家 怎麼看待這些不會講話的 非常的生命的態度問題 那現在我們的行政院組織法已經三獨通過 每一個部門都在討論 這個房子裡面要怎麼裝潢 要隔幾個房間 今天會要升格成農業部 未來要有一個獨立的動物保護師 要有專職的人員 他的腦袋裡面就是以動物的生命 動物的福利 動物的保護為第一優先的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行政院組織法明年要上路了 我們的政府在年底之前 就要把廠的生產線 他生產線的設計 根本沒有這個產品 他一旦開始運轉 你去求他也沒有用 不會跑出一些真正會關心動物福利的政策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歷史性的關鍵時刻 拜託大家集結我們的力量 我常常說我們的國家充滿了這麼多 想救這麼多的動物 所以很多父母只好很心的 跟我們的孩子說不要管他 我們家裡養不起 所以等到我們的孩子長大的時候 不要怪我們的孩子殘忍跟冷漠 因為就是我們造成的 在這邊拜託大家救救這些動物 也是在救我們的孩子 不要這樣做 但是我們的國家已經做了這麼多年 是我們大家團結起來 停止這些悲慘跟悲劇跟錯誤的政策 我們國家不是沒有錢 我們國家不是沒有人 只是我們的國家的上位者 他們沒有想到或者是不願意這樣做 現在選舉到了 就是拜託大家 我們一定要使他們停下來 聽我們的意見 拜託大家 我相信團結就是力量 為了狗哥 為了我們台灣的孩子 以及讓我們的這些不會講話的朋友 有一個安心安全 可以跟我們人類相處的空間 拜託大家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田律委員 田委員 謝謝